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能够夺走你自己内在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尚未使用的潜力 在自己身上的投资会让你永不掉价秩序增值 用运动投资健康 柏拉图曾说 人生有三大财富 第三财富是财产 第二财富是美丽 第一财富是健康 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看似在拼能力 拼财力 拼资源 但实际上都是在拼健康 钟南山院士说过 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着 如今一年过八十的他 依旧每周坚持锻炼两三次 这种高度自律的生活方式 让许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古话说 流水不浮 互输不渡 意思是说 流动的水不会发臭 经常转动的门轴 不易腐烂 人的身体也是如此 经常运动 身体才不会生锈 才能让自己更健康 用运动投资健康 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上半生在健康上 投入的经历越多 人生下半场的幸福指数 就会越高 微博里有位网友 讲过自己的经历 他自从开始创业后 多年来一直一心扑在事业上 钱倒是赚了一点 但是身体却大不如从前 上个楼喘得不行 稍微活动一下 就感觉气短乏力 而且整个人变得很是暴躁 急易动怒 日子过得越来越糟 后来 因为总听人说 运动是治愈生活的良药 于是 他狠下心来开始健身 每天哪怕再忙 也会雷打不动地抽出时间 锻炼一小时左右 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一系列神奇的连锁反应发生了 最直观的 使他收获了一个健硕的好身体 更让他惊喜的是 他的意志力变得坚韧强大 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 他说 以前下班后 我把时间都花在了应酬 卢串 弯手机上 而且会心里总有个想法 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 哪还有精力动态 现在 即便再忙 我也不忘运动 因为他给我带来的好处 实在太多了 以前 我总感觉全身乏力 四肢沉重 没什么精神 现在 我不仅拥有健康的身体 强健的体质 而且 整个人充满活力和正能量 总能以饱满的精神 迎接一天的工作 作家周岭 有段话说得好 久坐不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 犹如一潭死水 毫无生机 而时常运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 则更像是一汪清泉 干净成澈 不带一丝浊气 运动给人带来的变化 可能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出来 但是 当你坚持半年 一年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 你的人生 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用自律投资形象 人们常说 想知道一个刮得好 坏苦甜 可以看它的形状和色泽 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和大小 可以看它的神态和气息 人也是如此 正如罗素所说 一个人的外表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它藏着你自律的生活 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苗条匀衬的身材 离不开健身房里 灰汗如雨的锻炼 细腻平滑的皮肤 离不开十年如一日的保养维护 饱满的精神体态 则源自于长期自律的生活方式 人到中年以后 一个人的五官 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相貌里藏着自律 举止里藏着心态 衣着里藏着对生活的态度 衣着得体 容之有疑 淡定而独立 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一种成熟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 《村上春树》从1978年到2021年 也就是从他29岁到72岁的40多年里 他完成14部长篇小说 11部短篇小说集 45部随笔 游记 即使文学 以及与别人合作的作品 与写作同步进行的另一个坚持了40多年的习惯 是跑步 《村上春树》从29岁起开始写作 日复一日地浮暗写作 让他开始发胖 烟瘾也越来越大 找到了喜欢的事情 精力却跟不上 身体也变得不好 这不是写作的意义 他开始寻找保持充足的精力 写小说的方法 他发现了跑步 不需要伙伴 不需要特别的装备 特定的场所 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子 有一条还算平坦的路 就能开始运动 就这样 《村上春树》从每天20分钟到半小时 一小时 慢慢就将跑步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如同一日三餐 睡眠 工作一样 成了习惯 这四十多年来 他从未间断过写作 也没有间断过跑步 每天清晨五点起床 泡咖啡 吃早餐 开始写作 每天只写十页纸 每页四百字 也就是 每天需要写满四千字 之后就去运动 天黑后不再工作 去读书 听音乐 放松精神 早点上床睡觉 总有人对《村上春树》竖起大拇指 对他说 你每天都坚持跑步 真是意志坚强啊 但是 《村上春树》觉得 坚持做一件事 与意志坚强 没有太大关联 之所以能坚持 是这件事适合自己 做起来不觉得痛苦 写作和跑步都是如此 《村上春树》说 小说家的职业至少对我来说 无所谓胜负成败 书的销量 得奖与否 评论的好坏 这些都不是本质问题 写出来的文字 能否达到自己设定的标准 这才是至为重要的 跑步也是一样 他每年都会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 有时候成绩好 有时候成绩糟 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是不是达到了 用真心投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也存在守恒定律 有人曾在网上问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变淡的 一条评论写道 一个人只会索取 却从来不愿意付出 真心虽免费 但绝不廉价 人情也免费 但代价同样很昂贵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付出与真心 所谓欲先取之 必先与之 感情只有劈干利大 互利互惠 彼此信任 才能更稳更浓 并激发出更多可能 爱情如此 有情亦是 多花一点心思和精力 给爱人 给朋友 我们会收获 人与人之间 最宝贵的真诚和温暖 也会收获最难得的守望护助 用学习投资能力 富兰克林说 清囊求知 无人能夺 投资知识 得益最多 时代在不断更迭 没有稳定的工作 只有稳定的能力 曾经 我们以为可以 端一辈子的铁饭碗 正在慢慢破碎 时代风云际会 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沉浸在舒适区的人来说 是囚劳 可对不断精进的强者来说 却遍地都是机遇 世界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进步 你的停滞不前 就是一种退步 唯有不断学习 不断投资自己的大脑和能力 才能在这 大江奔流的时代中 稳扎稳打 逐浪前行 用善良投资人品 有人曾说 善意就像空气一样 是会流通的 你善意地对待别人 自然也会有 善意的能量还给你 有一个农夫 每年种下的玉米 都能获得极好的收成 其他邻居 常常向他请教 而他也丝毫不吝啬 不仅将自己的 优良种子分享出去 还免费为大家提供技术指导 有人问他 为什么这么大方 他说 我对别人好 其实也是为自己好 若邻居家种的是劣质的种子 在传播受粉的过程中 也会影响到我家的玉米质量 生命是一种回生 善良是一场轮回 你帮助别人时的善良 也在悄悄地汇集自己 你投资善意 就会收获善意 你相信善良 就会看见善良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